大飛翰天下 這件事如果你問我認識 我都相當深 當然也都將馮喜乾的文章講一次 然後講我的看法 香港房屋處長羅淑貝在今天表示 目前已經向8萬8個公屋戶派發申報表 要求他們申報是不是在香港擁有物業 以杜絕濫用公屋的問題 很諷刺的就是這兩天 公屋討論區的熱門話題 就是關於一個在香港租住公屋 但是在深圳擁有私樓的新移民港媽 這幾天在小紅書 瘋傳了一段影片 這個主角相當漂亮 穿著粉紅色的儒家褲 性感流口水 操流利的普通話的全職媽媽 她介紹自己在香港只需要花2200元的港幣 就可以租住600呎的望海景的房間 三房一廳的公屋 她與兩名的子女一起居住 屋裏面還有一個工人房 但是她聲稱現在沒有工作 所以沒有請到費用 這個網紅把香港故事講得非常好 更加有望吸引更加多中國的同胞 湧到香港躺平 但是你不禁想起上個月 我們也看到一單新聞 就是關於2000多元租屋住 但是主角就是一位北上的香港男人 這個港男申請公屋很多年 覺得上樓遙遙無期 偽然這樣在深圳租樓 每天搭高鐵跨境上班 越租都是2000多 可惜同人不同命 這間屋不大 只一房一廳 這個港媽與港男 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香港故事 小紅書封傳的就是香港 租平屋漂亮 生活無憂無慮 香港媒體報導的就是深圳物價低廉 好食好住 跨境上班非常方便 兩個故事針對兩類的受眾 大陸人看到港媽的生活 很希望來香港 香港人看了港男的故事 就希望北上兩種宣傳 配合得天衣無縫 大換血 看來止日可待 不過各位全職港媽曬命 似乎也曬得太多 有網民挖啊挖 翻出了另外一條影片 拍攝的手法是一模一樣 但是這次不是曬公屋 而是曬深圳的屍樓 在影片中 港媽介紹自己拿了四百萬 買下了六十平方 即是六百尺的深圳樓房 她更加說月入三萬元 這個影片不知道拍在幾時 但是她的影片中 說明她已經有一子一女去香港讀書 根據港媒宣傳的香港故事來看 這位港媽一家三口 據聞已經離婚 但可住在價廉物美的深圳 吃香喝辣 就算真的要送子女到香港讀書 搭高鐵 跨境上學都非常方便 根本不需要佔用香港公共的資源 對不對 但是聲稱打擊濫用公屋的房屋署 一直以查不到內地的資產 因為一國兩制為藉口 到今天尚未要求公屋住戶申報大陸的物業 實際就是縱容了他們 蔡天鋒案發生的時候 有一位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也曾經質疑房屋署 為什麼不需要用中國的天眼查 這個系統審查資產 更加反問是不是香港這片天 是天無眼 當然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 現在擁有四百萬的資產的網紅 也都有資格在香港住二千多元的三房大公屋 看來香港距離李家超早前提過的國際慈善中心 更加邁進一大步 事實上他不是過例來的 很多人結了婚 下來香港 為什麼他有本事 一個女人加一對子女住了六百多隻 就是他結了婚 這個也不是四口單位 很有可能 之前他的先生也都會有另外一段婚姻 只不過他加了婚禮 六百尺 如果你沒有六七個人 房屋處都不會給你 為什麼你住這麼大 無非的就是因為你離婚 你離婚是怎樣的 婚戶 就是說房屋處很習慣的 如果你兩夫妻離婚 大陸人如果下來 生了子女 計人數 就是說如果一對一的話 那就分兩間屋 如果二對一的話 那這間屋就給有子女那個 跟著那個老公就要離開 跟著他要重新申請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怎樣呢 很多人娶了大陸這位姐姐 跟著一離婚的話 連間公屋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是怎樣 但是如果以他住的赤數 應該是旗鼓相當 就是說這位婦媽 這位港媽 他有一對子女歸他的 那個男人也都有另外一對子女 或者他的父母同住 所以他們偏配了另外一間屋 那當然了 房屋處最重要的就是 你三人單位是應該跌回252呎 至289呎之間的這個幅度 就是說不會過300呎的 所以這件事房屋處要徹查 不是不讓他住 而是他要交一個大單位出來 而至於他深圳有樓了 這個自己作死自己報 如果根據網上的判斷 他是賺到3萬元的話 這樣他都要給什麼 給所謂的雙倍租 2千2元是絕不可能的 根據馮熙乾他所說 其實也都是的 不停叫香港人搬回大灣區 無論是養老 就業 甚至居住 我們香港的樓 就騰空招呼大陸人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 月課金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批創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以的話 請大飛一杯咖啡 拜拜